而台湾灯会在新竹 预估今天元少节会突破百万人潮 所以周围500家小吃摊位 现在备货量是多了三成 而上午新竹警方为了采接游行提前交管 这些摊贩不得入场下货 因此呢爆发了激烈口角 炸鸡排七香菇忙得不可开交 手脚够快才能赚得到钱 四大美食区将近500家的小吃摊位 紧急备货比平常多了三成 来应付今晚赏灯的人潮 我们事前都有准备 把东西做得很趋钱准备好 多加两三成吧 平日一摊的租金九到十八万不低 要在灯会期间至少维持收支平衡 部分小吃摊位反映在价钱上 想来赏花灯 顺便品尝小吃的民众荷包就会穿好好 替灯会暖场采接游行队伍预先来排练 为此交通管制时间提早却也引爆了紧名口角 十点才管制吗 我们工作人员怎么近啊 你进去还是一样那个啦 我跟你讲你就说你要去高点站 你现在又说要去 我高点站会接着我去我办公室 你可以看到我手上的时间写的是九点三十一分 但是距离峰路大概还有半个小时 现场已经进行了交通管制 也爆发了民众小小的满园 除了事前零有通行证的民众可以搭自用车入场 灯会期间管制区域从高铁八路西至文心路 还有光明六路东二段 早上时间十点管到了晚上十二点 其他民众则一律禁止开车入场 最近范静文周一的SN小组新竹采访报道